圣诞节马上临近,圣诞树作为节日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一定缺席不了。 但是,对于这个在圣诞节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东西,圣诞树,你到底了解多少? 你又懂得如何自己DIY一棵与众不同的圣诞树吗? 今天就跟着小编一起来学习下如何成功DIY一棵你最薪水的圣诞树,拿上你的朋友,家人赶紧行动起来吧。 首先,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一步,我们要挑选一棵圣诞树。 这里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将长绿松树作为圣诞树,另一种则是人造仿真甲树。 如果你想购买甲树,Costco,Target,Louis等很多店都有出售,价格从几十到几百刀都有, 买完以后过了圣诞可以收纳起来明年接着再用,的确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好选择。 不过,虽然这些甲树已经精致到一甲乱蒸,蒸树带有的松木独有的清香才是真正圣诞的味道。 所以,小编在这里推荐大家如果不怕麻烦的话,一定要驱车去圣诞农场挑选一棵新仪的圣诞树。 由于仙切树的寿命有限,所以请记住要购买最近采伐的树木,大多数新鲜砍伐的圣诞树通常会持续四到六个星期,因此请不要注意过早购买,感恩节前后的时间最为理想。 如果你购买了一棵真的圣诞树,在选择家里摆放圣诞树的位置时,一定要找个凉爽且无通风的位置,还要再次检查树木是否离热源,例如通风口,壁炉或电器,以帮助树木保持水分并保持健康。 当然,不管你选择甲树还是真树,圣诞树高度都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在确定理想的圣诞树位置后,记得测量该区域的可用高度和宽度,在购买圣诞树木之前,一定要确保你选择了合适的树木。 在圣诞树和圣诞树礼貌的天花板之间留出适当的空间,任何一棵圣诞树只要你精心呵护都会变得美丽。 一旦你把一棵真的圣诞树带回家,一定记住这些小tips来照顾它。 首先是保持树木的水分。 根据树木的类型和大小,树木每天可以消耗多达一家轮或更多的水。 你要确保树底下的支架有足够的深度,使树干底部始终静默在水中。 用不含添加剂的普通自来水浇灌你的树,可以达到最佳效果。 活的圣诞树只能在室内放置三到十天。 如果你生活在天气寒冷的地方,在把树带到室内之前,让它在家里像车库一样凉爽的地方休息一下。 圣诞后,每个社区会有固定时间派专人来回收树。 当然,也有人直接把树砍了,放在壁炉里取暖。 挑选完树木,最重要的环节当然就是布置圣诞树了。 生活是需要仪式感的,尤其是对圣诞节。 所有美国人的家庭都会早早地开始布置起来。 一家人一起装饰圣诞树,其乐融融。 如果你是留学生,没有家人在美国, 那么,和朋友们一起布置装饰圣诞树,也是非常有节日气氛的。 同时,也能扫除你在异国他乡的孤独感。 怎么装饰树,当然是由你说了算。 不过,小编还是要在这里给你科普几种你需要知道的基本装饰配件。 首先是挂灯。 装饰圣诞树时,首先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始终先加上灯。 因为你在添加了装饰品之后,要做到这一点就更困难了。 小编建议你从一串以插头为起点的灯开始, 把它包裹在圣诞树的树干上,从树底部的中心往上爬, 继续将灯均匀地缠绕在离树干最近的树枝上, 然后从树干中部向上编织。 记住,编织的时候,灯泡应该放在树枝下面, 下一盏灯应该放在树枝上, 然后是树顶装饰,也就是树顶端的装饰。 商店里有各种造型的tree topper可以选择, 也可以直接用丝带在树的顶端扎一个蝴蝶结当做tree topper。 接下来就是挂饰,就是可以悬挂在圣诞树上的挂件, 一般以各种各样的小球为主。 有专家建议将三种不同尺寸的小饰品组合在一起, 可以增加视觉吸引力, 应该把更大的小饰品挂在靠近树中心的地方, 可以让它更深邃,而小的应该放在树枝的末端, 把精致的玻璃饰品挂在树的顶部, 以防止任何破损, 最后再加上一个特殊的, 以确保它们处于完美的位置。 一般一棵7.5英寸高的树, 大概要80个小饰品才会看起来好看。 当然,tree skirt也一定是必不可少的, 它其实是装饰的点睛之笔, 有助于平衡圣诞树的整体设计, 圣诞树的底部都有支架,不太好看。 装饰坦可以巧妙隐藏支架又起到装饰作用, 自然地吸引人们对树下部的注意, 并有助于产生一个完整和谐的外观, 真是一举两得。 最后,最重要的, 缺少它就不完整的一样东西, 就是圣诞礼物。 一棵充满节日气氛的圣诞树, 一定要在圣诞树下放满礼物, 这样, 节日的气氛才会更加浓厚。 即使没有真的礼物在礼盒里, 也可以自己用丝带和包装置来包空盒子当作礼物, 或者直接去商店买做装饰的假礼物。 这样的圣诞树才完整, 才有了圣诞的意义。 现在, 你学会如何挑选和布置一棵你想要的圣诞树了吗? 小编建议大家心动不如行动, 赶紧DIY起来吧。 在这里, 小编也提前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 欢迎订阅关注我们, 并且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最新的更新了。 爱生活让你爱上北美的生活。 我们下期再见。